五道十分受欢迎的炒菜酱汁 你好各位美食家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Cissi 今天我们一起动手做五道十分受欢迎的炒菜酱汁 学会这五道酱汁之后 你可以炒出来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菜肴来 只要凭自己的想象里就可以 你也可以一次多做一点储存在冰箱或者冷冻库里面 炒菜的时候就拿出这个份量给它一做 炒菜的时间缩短了 烹饪的时间变简单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它的做法 第一个酱汁是基本炒汁 接下来的每一个酱汁的份量呢 都可以做出一盘菜肴提供给两到三个人使用 如果你想要一次多做一点这个基本酱汁 你可以在这个酱汁里面再放一些姜葱蒜 就让它这样子泡着 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酱汁的味道会更香 你可以给它储存在冰箱里 一周左右 可以放到冷冻库几个月都不会坏 送到冷冻库期间 给它冰箱里面 你可以通常别让你随时 降僕欣赤 非常多 Ste ру 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想要在炒菜的时候放也是可以的 可以给它爆香一下 直接放在酱汁里面就是比较方便 跟这个玉米粉浆是一个道理 这个酱汁你也可以拿去做任何菜肴 像是左宗堂鸡、左宗堂虾、左宗堂蔬菜 什么都可以 接下来的酱汁是照烧酱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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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咯 拜拜 拜拜